我国的神仙体系,从有文字记载的商朝开始,发展到唐朝,经历了两千多年,逐渐成熟完善起来,在西游记的世界里,神仙繁多,没有深入研究中国神仙历史和认真通读西游记的人,根本理不清其中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很多大家习以为常的认知错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们就把神话中的天庭类比为现实中的国际大型企业,我们来看看这些常见的神仙都是什么职位,揭开历史的阴影, 这里是圣历史,欢迎订阅观看,三清,创始人,加董事长,加大股东 这最厉害的职位,当然只有三清配得上,我国神话体系中,三清指的是玉清原始天尊,上清领保天尊和太清道德天尊,太上老君,他们都是,是创始神红军老祖的弟子,随着其他上古,大神一个个涅槃,最后就剩下三清和王母,是三清创立了最初的天庭系统,后来天庭逐渐完善走向正义, 他们就把摊子甩给玉帝打理,自己就像退休干部一样去追逐梦想了,三清是中国神话体系里现存的最至高无上的存在,是天庭的实际控制者和隐藏大boss 王母娘娘,荣誉董事,家妇联主席,王母娘娘同样是遗留的上古大神之一,也同样是红军老祖的弟子之一,她的地位要低于三清,但是她诞生于玉帝之前,所以地位高于玉帝的,她虽然不是天庭的直接创建者,可是作为三清的小师妹,地位超然,仅次于三清,当个荣誉董事还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有很多影视作品里,把她安排成玉帝的媳妇,那可是不对的, 王母娘娘同时掌管所有女仙,所以也可以说是天庭的妇女主席,玉皇大帝,集团CEO,玉皇大帝是天庭的管理者 在很多人认知里,玉帝就是神话体系里最厉害的,其实是不对的,玉帝只是三清任命的天庭管理者,就像大型企业里董事会挑选的CEO,虽然地位尊贵,但是说白了就是高级员工,所以在有些影视作品中,太上老君对玉帝点头哈腰,任凭差遣,那是不可能的, 要知道太上老君可是玉帝的老板哟,另外玉帝法力高深远远不是孙悟空所能比拟的,在86版西游记中,玉帝被孙悟空吓得躲在桌子下,也是援助中没有的,李靖等,总公司重要部门总经理 李靖掌管的是军权,在企业中就相当于营销等重要部门,以李靖的能力和威望,做个部门经理还是没问题的,哪吒和杨检等,总公司重要部门副经理,哪吒在自己老爹手下当差,又是一员难得的大将,这个副总还是可以胜任的,杨检实力和影响力和哪吒差不多,所以就当他们同级别,猪八戒和沙僧等,总公司办公室主任,猪八戒和沙僧能力一般, 在天庭中负责的也是不太重要的工作,就是一个普通的小领导,相当于一个办公室主任吧,阎王,子公司老总,天庭掌管三届,地狱是其中一届,地狱就相当于大型公司总公司直属的子公司,那么地狱的最高管理者,就是相当于子公司老总,四海龙王,子公司下属分公司老总,人届是一届,四海又只是人届的一部分,所以四海就相当于子公司管理的分公司,那么他们的管理者,四海龙王, 最多也就是个分公司老总,在西游记里,龙的地位并不高,玉帝动不动就要来盘龙干解解解禅,土地公公,分公司地方分部办公室主任,土地公公就管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权力小得可怜,法力也不高深,还经常被一些厉害的妖怪欺负,所以就是个地方上的办公室主任,原著中提到,肃空大闹天宫五百年后,如来佛祖见到南善不周的人们,贪婪淫义,乐于争斗,四处杀戮, 便派遣观音菩萨前往东土,寻找一位有缘之人,前往西天取经,以此普渡众生,据说,唐太宗曾魂游地府,目睹了无数冤魂滞留,于是,他决心修建水陆大道场,并请一位高僧主持法会 最终,他找到了金蝉子转世的玄奘,在法会上,观音菩萨显圣指引,告知西天拥有大乘佛法,可以超度亡灵,消除无妄之灾,依照如来和唐太宗的旨意,玄奘于是踏上了前往西天的旅程,但这些真相嘛,如果你细读唐僧历经的是个国家,你会意识到,取经的最终目标并非为了普渡大唐,而是西天的一场阴谋, 事实上,西天的秘密早在一开始时,就已经泄露了,众所周知,唐僧在旅途中遇到的第一个妖怪是银将军,一只修炼成精的华北虎,当时唐僧心急赶落,结果误入陷阱,落入了银将军及其同伙的手中,然而,这几个妖精都是出出茅庐的小妖,甚至连吃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这样的基本信息都未曾听闻,因此,他们虽然抓住了唐僧,却没有直接动手 吃掉它,而是先处理了唐僧的两个仆从,在大唐地界内的妖怪,与西天脚下的施陀岭,比丘国相比,简直是天上与地下的差距,这也证明了,西天取经的旅程越往西走,越显得凶险阴暗,绝非如来所描述的那种不贪不杀,氧气潜灵的地方,而与之相比,贪淫乐祸,多争多杀的南山部州,却显得安定了许多,在得到了太白金星的救助之后,急于逃命的唐僧,又被山中 独宠猛兽包围,幸亏猎户刘伯钦及时出现,才得以保住性命,刘伯钦驱赶了猛兽后,将唐僧带回家中细心招待,那天正逢刘伯钦父亲的忌日,刘母因此请求唐僧为其进行超度,唐僧欣然答应了,之后,刘父在夜里托梦给家人,告诉他们已经因一位高僧的超度而消除了罪业, 阎王还允诺他将转世到一个福地长者的家庭,在唐僧和李世民的眼中,取经的目的是获取大乘佛法,以普度众生,然而,直讲小圣佛法的唐僧,依然具备让王者飞升的能力,根据这一设定,尽管西天的大乘佛法很出色,但对大唐来说,小圣佛法其实已经足够,既然取经的目的并非单纯为了取经,那他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记得那时,唐僧在西行的旅途中,先后途经了宝像国,乌鸡国,车吃国等十个国家,当我们回顾这些国家的状况时,会发现这些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 某些国家君王昏庸,另一些国家妖怪肆虐,没有一个能像大唐那样繁荣昌盛,先说说宝像国,书中记载,这个国家地虽千里外,景物一般饶。 然而,尽管如此富庶,这个国家却在整整十三年里找不到失踪的公主,直到唐僧进城后,国王才得知女儿的下落,黄袍怪栖息的丸子山距离宝像国的都城,不过一百多公里,作为一国之君,却对国内隐匿的大妖一无所知,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然而,当宝像国准备讨伐黄袍怪时,满朝文武,竟无人敢于率兵降妖。 国王的无能与臣子的怯懦使得整个朝堂找不到一个可以派上用场的人,如果是在大唐,只需唐太宗一声令下,立刻会有勇猛的虎将挺身而出。 这宝像国的国王确实平庸无能,而乌鸡国的国王却虚伪狡诈,这也是事实。 当年,乌鸡国王因体恤民情,善待僧侣才获得了金身罗汉的殊荣。 然而,后来文书以一个凡僧的身份来考验他,仅仅因为几句言辞相悖,乌鸡国王便将文书绑起,浸泡在河水中整整三天三夜。 如果不是文书拥有六甲金身,他可能早已在乌鸡国丧命。 正是由于这件事,西天派遣青毛狮子下凡,将乌鸡国王推入井中,浸泡了三年。 然而问题在于,虽然乌鸡国王起初确实有过错,但一个和尚对君主的顶撞本身就不合适,结果西天却让其受到十倍的惩罚。 这究竟是乌鸡国王小气,还是西天过于苛刻呢?来到车池国后,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车池国国王亲近小人,疏远贤臣,只因为三个妖道暂时解决了车池国的燃眉之急, 并承诺让国王长生不老,国王便任凭他们行事,导致朝纲混乱,人才凋零,大批佛教徒遭到迫害致死。 尽管孙悟空已经为车池国清除了妖孽,车池国王却依然固执不改,整夜为三妖悲气不已,到达西凉女国后, 这个国家里全都是女性,通常男性在这里地位极为低下。 然而,当女儿国国王得知唐僧是李世民的异地时,便一心想让他留下来成为驸马。 因为这样一来,女儿国就能得到一个强大的靠山。 因此,女儿国的国王更注重的是唐僧的身份,而不是他个人的特质。 济赛国的国王同样是个文武皆无能的昏庸之君。 据说,这个国家拥有一件奇珍异宝,白日祥云缭绕,夜晚霞光四射,周边的国家因仰慕此宝物,纷纷向济赛国进贡。 然而,后来这颗佛宝被九头虫盗走,济赛国王误以为是首塔的和尚偷了宝物,于是愤怒之下将国内所有的和尚都投入了牢狱。 此外,济赛国王起初并不知道佛宝丢失的情况,见外国没有前来朝贡,还打算征伐他们,朱子国的境遇与宝像国颇为相似。 都是失去了重要的女性成员,一个丢失了公主,一个则丢失了王后。 然而,与宝像国相比,朱子国的情况更为糟糕,不仅没有人敢出兵营救王后,甚至连国王消化不良的病症,三年来也无人能治愈。 朱子国王听闻李世民浑游地府的事迹后,深感触动,心中不禁感叹道,果然是天朝上国,君主英明,臣子贤良。 反观我久病缠身,却吴亦臣前来救治。 不过说回来,前面那六个国家其实还算平稳,至少他们的国王没有大规模的征战,然而,接下来的四个国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每一个都比前一个更加恐怖,在比丘国愚昧的国王轻信妖言,打算以一千一百一十个男童的心肝炼至长生不老药,这位灭法国的国王实在是残忍至极。 他因前世的恩怨在金氏形下罪孽,誓言要杀害一万名和尚,在唐僧到来之前,已有九千九百九十六个和尚惨死,关于施陀国五百年前,大鹏经吞噬了该国的国王,闻五百官以及城中的所有男女,到达灵山脚下的天竺国更加直接地揭示了佛教徒的本性,在天竺国,玉兔经冒充公主进行选驸马,而真正的公主则被关进了一座寺庙。 在寺庙中,天竺国公主不得不装疯卖傻,睡在尿里,躺在石里,整日胡言乱语,只为避免遭到和尚们的玷污,书中提到,那女子聪慧异常,她明白了我的意思,担心被僧侣们污蔑,于是装出一副作作的模样。 这是在灵山脚下,理应接受更多的佛门洗礼,谁曾料到竟会是如此景象,从这些信息中可以看出,唐僧经过的这十个国家,哪个不是战乱贫人,民不聊生的,而且,随着向灵山的接近,杀戮的情况反而愈发严重,西天一直自以为自己的地盘优越。 以为西边的国家都不贪婪,不暴力,是修身养性之地,然而,他们却未曾意识到,自己的地盘早已从外道内都烂透了,结果却仍然认为是东边的大唐存在问题,直至最后,人们才意识到,大唐并未因大成佛法而有所改变,反而犀牛贺州经历了一次彻底的净化,由于唐僧的存在。 那些原本不信佛教的国家,要么受到了惩罚,要么得到了整治,取经团队每经过一国,便是佛法深入人心,因此,西天取经更像是一个掩饰,与其说是将西方教化到大唐,不如说大唐在教化西方各国,与这些国家相比,大唐王朝才真正如同极乐净土,吴承恩以其非凡的创造力构建了一幅绚烂多彩的西游世界,这个充斥着仙佛的世界中,涌现出许多妖魔鬼怪, 其中一些形式邪恶毒辣,另一些则法力非凡,尽管如此,吴承恩在作品中也精心刻画了凡人角色。 尽管凡人们血肉之躯,看似无法与先佛妖魔抗衡,但在吴承恩的笔下,这些凡人角色也具有鲜明的个性,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在《西游记》中,就有这样一位凡人,差点被女妖折磨致死,却在孙悟空的帮助下,获得了长生不老,说到幸运的凡人。 你首先想到的是谁? 一些读者可能会想到唐太宗李世民,原著中描述,李世民被惊和龙王骚扰,连夜噩梦缠身,终因病夭折,享年仅三十岁。 死后,李世民的灵魂漂泊至幽冥界,发现地府的崔判官,竟是自己当年的部下。 李世民与崔判官相识一笑后,崔判官私自在生死部上,为李世民增添了二十年寿命,因崔判官的舞弊,李世民顺利通过了十殿阎王的审判,最终得以重返杨士,多活了二十年。 也有人认为乌鸡国国王是最幸运的凡人,他曾得罪了文殊菩萨,将其五花大榜沉入河中三天三夜,招致清诗经的报复,清诗经极其狠毒,化身倒是得到国王信任后,将其推入井中淹死,清诗经变身为国王,霸占了国王的龙以及爱妻,当唐僧的取经队伍路过乌鸡国,唐僧梦中与国王的浑浑相会。 在国王的哭诉下,唐僧决定伸出援手,孙悟空和猪八戒找到国王的遗体,并从太上老君处得到金丹以复活国王,孙悟空将金丹投入国王口中,吹入一口仙气,国王迅速恢复生机,乌鸡国国王的幸运不言而喻,他已死三年却得以复生,并可能因此金丹获得长生相较之下。 《西游记》中还有一位更幸运的凡人,他的遭遇比乌鸡国国王的三年井水更为幸运,这位凡人曾与一位美艳的女妖身陷情网多年,却依然苟延残喘于世,这位凡人是谁?他是比丘国的国王。 孙悟空领着唐僧西行时,到达比丘国,惊讶地发现各家门口都有关童男女的笼子,比丘国国王年前得了一个角色爱妃,国王对他神魂颠倒,不知他是狐狸精变的,在白鲁精的撮合下,爱妃深得国王宠爱,国王自此弃症沉溺于爱欲之中,几年后国王身体被掏空,才有后来搜集童男女炼制长生不老药的举动。 比丘国国王不知从何修来的福分,宾死之际得到孙悟空的援手,不仅避免了死亡,还有机会长生不老,孙悟空与白鲁精大战后,白鲁精的主人南极先翁出面调解,孙悟空为了给南极先翁留面子,放过了白鲁精,孙悟空让南极先翁陪同前往比丘国,结实真相,南极先翁到达比丘国后,国王设宴款待,恭请南极先翁为首席,国王随后向南极先翁请求严授秘法,南极先翁出于礼貌, 送给国王三枚先枣,这三枚先枣令国王恢复健康,甚至可能达到长生不老。 比丘国国王原本以命悬一线,却因孙悟空的努力得到了南极先翁的先枣,不仅痊愈疾病,还打破了寿命限制,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这很不公平,国王因宠爱女妖而搞垮了国阵和身体,最终却获得如此好的结局,然而,《西游记》表面是神魔小说,实际上更是批判和讽刺的作品, 吴承恩通过笔下的先佛妖魔映射了现实中的许多不公,我们也从比丘国国王的经历中学到,机会常常留给有准备的人,若不是那场丰盛的宴席,南极先翁又怎会赠予先枣呢?